好牛肉麵的味道喔 很少吃醋的時候呢 這個纖維會卡在牙縫裡面耶 哈囉歡迎來到Peace&Yummy 我是林秋玲 今天午餐吃什麼 今天真的非常的興奮 要開箱現在非常夯的全家 紅燒鮮牛肉風味會飯 這一款會飯呢 自從它剛上市的時候 我在全家吃過一次 後來我要再買來開箱的時候 再也買不到了 因為它真的是賣得非常的好 那今天呢我在全家看到 我就立刻買回來要準備開箱 那等一下我們就微波加熱吃吃看吧 會飯是乾濕分離的設計 我很喜歡 內容物排得很整齊 喜歡裝在盤子上吃 白飯份量不少 牛肉也挺大塊的 好香喔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是一個牛肉會飯的味道耶 總共裡面有三塊這個 很像牛腱肉的牛肉 那我們先來吃一口這個 這個牛肉吃起來的纖維感真的很重耶 嗯 你一咬下去的時候你會覺得 天啊這是牛腱肉嗎 不過這個吃下去的味道啊 會有淡淡的這種大豆蛋白 還有這種比較像是 菇菇的一些纖維出來 所以吃下去一開始的肉感是有的 但是當你就是一直咀嚼之後呢 這個味道不會是讓人覺得害怕的肉味 我覺得是做的很逼真的味道耶 這個醬我覺得很厲害 真的很紅燒的味道 而且啊他這一款給的白飯我覺得也是很剛好 不會覺得吃完了還是不飽 白蘿蔔啊我覺得醃的也很入味耶 很軟很透 然後他還有這個少量的番菜 好牛肉麵的味道喔 很好吃耶 雖然他裡面的配料就是一目瞭然 有青江菜啊白蘿蔔酸菜跟這個牛肉 但是他吃起來這樣會飯在一起 我覺得真的風味很迷人耶 而且不得不說我覺得全家近期的 蔬食產品都真的非常的不錯 而且這一款呢是全素的 之前很多推出的都會是淡奶素啊五辛素 那這一款真的很特別 它的味道這麼的豐富 但是它是全素的 真的很推 而且它的醬汁給的也是很大方 不會說醬汁吃完了白飯還剩一堆 不會 它這個的份量我覺得很足夠就是吃完所有的白飯 少許的酸菜 橫化龍點睛 讓這個風味更提升 自從我上禮拜就是第一次吃了之後驚為天人 但在之後的兩三天我就是跑遍我家附近的全家 都沒有再看到這一款今天才看到 因為它有一點辣椒 所以它吃起來我覺得算是有一點微辣 很開胃的微辣 然後這一款呢它是賣89塊 我覺得有一點高單價 但是呢它整個吃完是真的會飽的 就不用再額外買其他的食物 它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的 看不出個所以然 很少吃素的時候呢 這個纖維會卡在牙縫裡面耶 這一款真的是做得太逼真了 那吃完今天的午餐了 一樣覺得非常的滿足 和粉們如果你們有吃過全家直覺生活最新的產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 吃起來的口感還有風味喔 好啊那如果觀眾朋友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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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